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整个财经界最轰动的一个大新闻 当然是顺风巨亏 龙头企业顺风也龙眉大眼的 也爆雷 龙眉大眼什么意思 就老老实实的 看他也爆雷巨亏多少呢 给大家爆一下 他是一季度 是一个季度的业绩 第一季度业绩是预计亏损9个亿到11个亿 去年同期 也就是2020年1月到3月 他是盈利9个亿 9亿729万 去年的业绩 今年预计亏损9亿到11个亿 然后还有一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什么叫非经常性损益 也就是有一些政府补贴的 一次性收益的 比如卖房 卖卖股票 他公司有资产 有时候把资产出收 一次性获得收入 这些就非经常性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收入之后 亏得更厉害 亏10个亿到12个亿 这就顺丰的情况 去年同期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话 是盈利8亿3199万 业绩是这个情况 因为顺丰来讲 他是全中国最大最龙头的快递企业 这种宿地企业 这个快递企业影响的可不单单只是快递行业 快递行业当然在全中国来讲 他容纳的就业 还有这个方方面面 资本 各方面面 政府 所以说各方面 他是非常庞大的一块 你把全中国的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全下岗了不得了 共产党马上要下台 说白了 而且他牵引的 你要知道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说的好听 中国什么电商发展很快 什么全球最快 什么拼多多 什么淘宝 其实归根到底 就在于剥削每一个快递工人 每一个快外卖小哥 每一个快递小哥 像玩命的一样去飙车 每天飙着那个电动车 在大城市里面 分分钟被车撞死 冒着这种风险 建立的中国的电商王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 他有什么风吹草动 冬瓜豆腐 三长两短 那都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他为什么突然间爆雷的这么厉害 按你来说 你怎么想不到顺丰这种企业会 突然间亏损 一个季度里就给我亏个十几个亿 那还得了 你一年是不是给我亏个几十个亿 你很快就把顺丰亏完了 OK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研究一下 他的这份报表 他现在只是一个业绩预告 而这个预告里面 他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 一个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为这个对市场来讲 是很不稳定的一个意外 今天顺丰股股票的话 开盘跌停 跌百分十 没有承接力 到现在为止 还有几十个亿的股票 压在跌停板那里 等着出售 卖不出去 这种情况 对于整个市场心里 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投了一个垃圾股就算了 我投个顺丰你也给我 这样来这套 市场是接受不了的 我们研究一下他的业绩变动说明 中国的快递物流行业正面临产业升级 历史性关键时间窗口 你看这顺丰现在会当官 这王位 你看像习大大那样 现在各种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大大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王位说的是 中国快递行业 面临产业升级的历史性关键时间窗口 啥意思 我们来看看 整个物流行业 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节点 是什么历史性时间节点 我们来看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背景下 要套点大话 空话先 快递物流行业 作为打通产业链 上下游 链接商家与消费者的核心载体 这个说的没错 你快递 现在如果快递这一块出问题 整个中国不用干了 包括现在什么河马 升线超市 方方面面 都建立在快递的基础上 其实建立在中国这种 没人权 低人权 低收入的 这个基础上 要不是玩命的 这群傻逼 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 又低工资 又没社保 又玩命的 要不是他们在支撑整个中国的这个基本盘 完蛋 可以这么说 所以之前出的那个什么盟主 不是意外 这它只是一个大的结构里面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个结构不合理 你整个这么大的套餐 你们是吃香喝辣的 这么大一个蛋糕 马云 是吧 整个压力都压在这千千万万的奴隶身上 我说白的就奴隶 困在系统里面的奴隶 是吧 我们继续看他怎么说 现在我们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反正有挑战也好 啥都好 就机遇 近日 你一季度的报表率 什么现在又扯近日干嘛 我们看近日国家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促进供应链数字化 推动产业链 制造业供应链创新 加快提升面向制造业的专业化 社会化 服务性综合性的能力 提高产业链整体的质量和水平 也就是整个中国要提升 整个产业链要提升 你电商这一块是要跟上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型 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特定指的就是 下沉到三四线四五线 甚至是乡村里面也设点 做各种下沉的电商 新兴电商平台 你可以理解为拼多多 你想想拼多多 要不是建立在低廉的快递费上面 他明天可以关门 快递如果你对标日本 日本我这边寄快递大概是五百日元 就东京内 基本上你可以叫四类 东京内五百到七百 有些大的还是一千 也就是从三十块到五十块不等 一个一个快件 那是中国比中国应该来讲是高好几倍 高好几倍 中国还不是市内的 很多时候你跨省的才可能四几二十块 没法比 我们来看 新兴电商平台 大建电商包裹 生鲜电商 跨境物流 逐渐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引擎 有很多这些 拉动了我们整个行业增长 确实 有这些基础 我们才有生意做 没错 但它这个增长主要体现在量 而不是什么 它后面有说 面对历史性的机遇 2021年的公司成间起后 这关键年 公司将坚持业务多维发展 深度整合业务底盘 打造长期核心竞争力 以夯实新的增长曲线 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 服务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致力于成为 你看这里就重点了 成为独立第三方行业解决方案的数据科技服务公司 哇靠 你这可能听不懂 说什么 说白了 最后名词是数据科技服务公司 什么意思 它要致力于成为一个数据科技服务公司 也就是顺丰预计将来 在快递服务上面 它是不可能赚到钱的 明白了吧 它要致力于成为一个数据科技服务公司 在其他方面赚钱 它夯实 你要是我要给你翻译 你别看它这些是八股文 你基本上看不懂 夯实 就是业务底盘 这些什么叫业务底盘 就是什么快递小哥 业务网点 把网点关掉 怎么做 这些底盘 根据这些底盘 它要整合 把它夯实 有些网点你不要关掉 关掉都没法做了 整个基础没了 但是这些基础 它可能赚不到钱 它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赚钱 将来通过数据的整合 我的王位去想 这个不是我们去想 独立第三方 行业解决方案 OK 也就是它这里定了一个姓 2021年它专案是亏损的 现在已经公告亏损了 这个亏损 我是在烧钱 它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是烧了钱 要夯实基础 顺丰的业务没有流失 在没有流失基础上 我保持的这个市场规模 我翻译过来大概这个意思 要保持的顺丰的行业的龙头地位 保持龙头地位之后 那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将来怎么赚钱 将来顺丰可能要从其他方面赚钱 它给的是一个数据科技服务公司 我翻译这一句话 继续看 它这个很长 它解释了一通 因为它对于它这么大市场影响力的企业 举足心中 它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证明顺丰来讲 它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企业 可以这么说 也不能不靠谱 轮不到你不靠谱 你王位敢不靠谱的话 到时候把你抓进去 2021年一季度 公司围绕进一步提升综合物流服务 供应链解决方案能力的发展 继续加大新业务的开脱 资源的投入力度 整合肉化资源 夯实运营底盘 将投入等投入将导致公司成本短期承压 明白吗 大家这个说得更清楚了 就是我为了保持我整个市场的地位 我现在在烧钱做 就这么简单 为了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 我如果连市场地位都没有了 就可能被证明 电商在快递公司 在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 里面有很多问题 有深层次问题 有各种方面问题 快递小哥在于问题 他后面有说 继续看 说到这里才是前年 还是第一点 公司已经基本完成 对各多元物理赛道的前瞻布局 并且物流市场空间足够大 正处于集中度提升的关键时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集中度提升的关键期 就是 就是大家在几大巨头排除一些小的竞争对手 什么一些小的吧 我都讲不出全封快递是吧 这是不是属于比较小的 把这些排除出去 就要让他死掉 死掉一批剩下几个大公司 这就叫集中度提升的关键时期 也就是现在在打死小的 我在做前瞻性布局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 公司多个新业务板块已经细分领域第一梯队 这个不用说 顺丰是中国最强的了 这个基本上不用说 公司正处于新业务拓展关键期 它要再拓展新的业务 扩大市场份额 打造长期核心竞争力 公司继续加大了前期投入 更完备的赛道 产品矩阵 这些什么意思 他比如投入一些什么风潮 快递箱 员工的一些硬件配置 什么扫码的一些录入的工具 让他可以工作的更快更好 做这些投入 公司在让客户提前录入 APP等等 他要砸钱进去的 这些确实 然后我才能稳住我的这个市场 然后要投入什么快递箱啊 什么的 这些箱可能是互相能够排斥的 这个风潮可以 比如我也搞不清楚 风潮可以放顺风 不就不能放 什么什么中通 什么三通意义 我都搞不清楚 圆通 叉叉叉 反正一堆的 他可以有一个排斥性 他在做这种工作 将来有望于释放格局红利 规模红利 就这个给你们先画个饼 到时候能不能再说 去年疫情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公司的资本性 开支投入节奏 客户需求上行 趋势明显 疫情按理来讲是加大了快递的需求 应该来讲是加大了 哪怕你在日本 在西方国家应该也是的 像亚马逊 业绩就不错 就其实是一样的 公司运转增速 然后很快 导致多环节出现产能瓶颈 你看他用产能来形容 这产能瓶颈在哪里 他后面有说 加大了 他后面有说 中转厂 你看进行中转厂自动化 产能提升 也就是说有一些中转厂 有很多有时候招不到工人 他这个瓶颈 他顺风是做快递的 然后他的产能就是 比如快递小哥能不能招到 或者说够不够人 然后你够不够人 坐不过来 有懒不到见 做不来的话 你就是你的产能瓶颈 有时候你周转不够快 中转厂 你看说到 他要进行一些自动化的升级 也就是盈利 可能跟不上 盈利可能跟不上 各方面面 所以他想进行自动化才能升级 而且主要指的是可能分解这一块 就是中转这一块 你说中端这一块 暂时还是个科幻片 只能你说中转这一块 揽箭 派发 这一块你说机器人 无人机这些处于一个还是远景阶段 未来十年 我不说远的 未来十年阶段的东西 现在来讲有也不会很广 应该这么说 有也不会很广 所以现在自动化 能够不用工人的 这一块 潜力就在中转厂 他说了 也就是他可能投入了一些自动化的设备 然后就亏钱了 基于大规模的路运产品业务量 公司重新审视各业务线的资源投放 全面融通网络 打提升客户体验等等 有望呢 今年三季度就会有成效了 我们都投入了这么多机器 有时候我要完善一下 磨合一下 刚投机器的时候 你可能人工还贵了 你要看的那些机器 那些你也不熟 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到三季度的时候 我就可以炒一批工人了 然后到时候就可能业绩就上去了 可能 为满足 你看这里又说到一个关键点 为满足电商平台 及客户春节不打烊的安排 响应减少人员流动的倡议 公司第一季度给予了 一二线在港员工补贴创历史新高 其实说到之前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罢工的事情 顺丰就保持了他 顺丰做得好 他这个意思 我给他们的补贴是历史新高 我保住了我的市场地位 但现在亏损 后面怎么赚钱 我还在想办法 去年疫情爆发 公司坚守服务 防疫物资 线上消费品 基地进一步带动 时效件的实现高速增长 今年 我们还是春节不打烊 等等 我们推出了 也四月份推出了特快和新标快产品 此次升级将为时效件 也就是特别需要快的 这些带来新的动能 这里还有一个 最后说到 下沉市场电商需求旺盛 你下沉进去香啊震啊 这些需求是有的 但是客户的 中的经济型业务增长比较快 主要是经济型的业务 就比较便宜的建 贵的 他都寄慢建 不寄快建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说他说的专业一点 说太专业了 我都听不懂 电商界毛利承压 也就是 现在做是做了下沉市场 但基本上做的是经济建 也就是这种最便宜的 这么你可以 比如邮政 你可以理解为平柔 最便宜的做了 但是贵的 做不开来 大概是这样吧 整个报表 他整个一个 他说了这么个事情 其实整 他是一个中国经济的缩影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统计局公布了三月份的CPI和PPI的数据 已经很多个月 我看到很明显的是CPI涨不了多少 PPI涨得很厉害 其实就是工业出厂 出厂 然后原材料这一块涨得厉害 然后终端这个物价起不来 其实很多很多行业包括顺丰也这样 按照一个正常的市场规律 顺丰可以涨价 他为什么搞出这么多问题 现在顺丰也亏钱 顺丰说他亏了十个亿 快递小哥又要罢工 快递小哥说他妈我我收不住 亡点也说亏钱 大家都在亏钱 中国很多时候里不只是顺丰 不只是快递 你会看到各行各业 他们每个环节都说自己在亏钱 炒房的说 我炒房也赚不了多少钱 我们天天我在这里说 我说炒房不赚钱 除去各方面 又是利息又是中介费又是税费 我说我赚不到钱 他妈十年赚个几十万很多吗 我投个就冒着生命危险 几千万人生家 你房价一跌 我可能要破产 我要挑楼了 我冒着生命危险 赚个几十万很多吗 是吧 就是你会发现 炒房的也说赚不到钱 开发商也要倒闭 也要烂尾 各方面 地方政府又说 地方政府又说他 要倒了 地方财政要破产了 钱被谁赚去了 搞不清楚 很多都方方面面 就是进入了一个瓶颈 他一开始也说瓶颈 所以顺丰这个是一个缩影 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现象 看他明天 我明天没有了 下周一看他跌不跌停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整个中国也这样 顺丰也这样 只能说是 你说你正常来讲 应该涨快递费 涨不了 消费者受不了 你要是给我一个快递 收个三四十块 那你拼多多 马上给我关门 淘宝也不要做了 也就整个电商 现在你电商也接受不了 你涨 消费者也接受不了 如果你快递费涨得厉害 你全部不包油 以后包不了油 商家说我包不了油 没法做 那我现在要去买算了 也就是你整个游戏的基础 又哪里都动不了 哪里都卡死了 现在是 这里又卡死 那里又卡死 哪里都动不了 顺丰现在没办法 盘子大 我亏个十个亿都好 我先把各方面工作做下去 后面再想办法赚钱 大企业 是吧 然后保住市场规模 保住人员 顺丰的 起码顺丰的快递员 我的收入是要在行业里面 排前列的 保住大家的面子 下面的兄弟 是吧 尽量再做这个工作 在后面怎么办 这个是其实很宏观的一个问题 不只是顺丰的问题 所以今天 我给大家稍微翻译了一下 顺丰的这个事情 我们后面在跟进 有什么事情在跟进 在看 暂时大概是聊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的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